stared at lies 首先給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什麼叫 在韓国益告論團非常有名的- 網媒名叫MiG我覺得呀 their members 在網路上人肉搜索了很多 對AI情分流惡評的網友們 然後就要用惡評截圖 以及律師人們來威脅他們 不想被告的話 就要提交反省數 以及個人資料 然後MiG cooper就利用這些的人資料 強迫他們進入-群聊並威脅 拒絕或者逃跑的話 就會在網上公開個人資料 而进入奴状成为奴状的受害者们 就会接受24小时的监管 听从MIUJAR的指示进行收集艾状的恶评 找到奴状的黑粉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威胁他们 让他们也变成奴状 而除了收集奴状的恶评之外 他们也会进行 假装是别家爱豆的粉丝 巧妙地让别家爱豆挨骂 造谣带方向 攻击其他爱豆们等的任务 而在今年1月 MIUJAR自己公开了手上大约有80多名的奴隶 其中也包括了很多未成年人 甚至也有小学生 实际上也公开了部分事外者的个人资料 引起了社会问题 所以媒体也使用了第二个XXXXX 来形容这个事件 然后刚才说过的 这个弄X的任务中的 造谣带风向攻击其他IDOL们的任务 最主要的攻击对象是 TWICE与JVP 首先是站在最前线的迷宫爵本人 就多次公开上传过这样的天文 我是造假饭 教主我马上会跟你去的 监狱 粉丝跟歌手都一样 我说了如果没能来粉丝签名会的话 就要跳汉江 哪一却很没教养的说 汉江的水很温暖 对从远处来的粉丝嘲笑说 是放弃人生了吗 对苦素最近很疲累的粉丝回应 每个人都很累 而且很多粉丝们都糟过 哪样连头都不抬起来 咬自己的手指头的样子 TWICE舞蹈中隐藏的信息 这个部分 是用手指头做了撒旦的脚吧 撒旦歪死 不要担心金女婿跟某某作案 金女婿因为药品副作用无法拨起 为了纪念GYP股价下滑 买了专辑 小偷 真的想X你 拘捕结束 然后也上传TWICE的照片后 说这些地方都是整形的 典型的TWICE黑粉 而且这些还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然后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关于奴隶房的匿名举报 因为内容比较庞大 也不是所有内容都有明确的证据 所以就带来了几个有明确证据的举报 首先是去年引起话题的 TWICE买版以及专机销售量造假的争议 这些都是Migujia与失败者们计划新创造的争议 他们先是在论坛上拿出各种伪造的数据 创造了一个TWICE专机销售量造假的贴文后 在搬到各大论坛自己留言 自己按赞 试图带风向 实际上当时真的有很多人相信了这个谣言 而且Migujia也只是失败者们 打电话给韩国的专机销售量公认机关HunterChat 集体指控质疑TWICE专机销售量造假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后来HunterChat亲自发文澄清了 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能确定这个争议就是他们引起的呢 因为Migujia亲自公开过自己就是松手 TWICE造假买榜造谣是我做的 来抓我把JYP娱乐跑金江里市 就算去了法庭我也不会反省 我发誓目前为止我说过的话 就算是时间逆转重新投胎 我也会反复数千遍的 埋榜女团TWICE后会消耗时间 接着另外一位Migujia的网络后友律师YouTuber 也是在去年提起过TWICE销售量造假的事情 并且一直在Migujia抹黑TWICE的天文下留言助阵 但是因为最近Migujia的奴隶房事件被曝光后 这位律师YouTuber就赶紧上传了解释文 自己其实跟Migujia不认识没接过面的 想要切掉与Migujia的关系 然后就是TWICE之前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抽携事件 也是Migujia一伙人的作品 TWICE IG追踪数变少的理由 IG如果买追踪数的话 假的账号会变成幽灵账号后渐渐的变少 我之前为了造谣TWICE的抄写 有使用过IG推销 所以非常了解 因为我们刚才看过Migujia这个人 本身就是TWICEJYP的恶毒黑粉 所以很多网友们也都相信匿名举报的 Sana国号争议 GiyuChungjunYung云云争议 GiyuMina女子足球争议 联波拿代言等 TWICE莫名其妙发生的很多争议 都是这些人搞的鬼 不过现在 关于NX的网络媒体的新闻都被下架了 而论坛里也有多数网友们表示 是Migujia联络了朋友下架了所有新闻 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 一个在美国的黑粉网友 有什么力量下架这些新闻 但是其实因为 目前报道这些新闻的地方 不是韩国的主流媒体 而是几家网络媒体们 所以只要靠一点点的关系的话 确实是可以下架新闻的 然后就是 因为现在韩国网楼上也有网友们说 IG1的韩国部分粉丝们 也都知道Migujia的这些事情 但是不但没有阻止 反而还一起戏弄支持 导致了很多网友们 都开始对IG1的粉丝们非常愤怒 但是实际上看韩国论坛的话 也是有很多IG1粉丝们 在指责这个事情 所以私心希望华语圈的大家 不要把这件事情 上升到所有IG1粉丝们身上 最后 比起今天我在影片里提到的事项 网络上可以查到 更多关于奴隶房的内容 但是因为有些事情 虽然是有心证 但是没有物证 所以还是不方便在影片里说 如果有人知道 什么新的内容的话 希望能留言与大家分享 所以对于Meguja的华语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